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些地方的人 也都聚集跟随他 约亚和跟随的人 到了伯玛家的雅比拉 围困十八 就对着城竹垒 跟随约亚的重鸣 用锤撞城 要使城塌陷 有一个聪明妇人 从城上呼叫说 听啊 听啊 请约亚进前来 我好与她说话 约亚就进前来 妇人问她说 你是约亚不是 我是 求你听婢女的话 我听 古时有话说 当先在雅比拉求问 然后事就定妥 我们这城的人 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 你为何要毁化以色列中的大城 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我们从上下文可以来确认 他指的就是那个叛徒四八 他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 一直到伯玛家的雅比拉 最近到了很北方 以色列的很北方 都快到淡了 所以代表说他就是一直鼓吹 北方的十个支派都联合起来反抗大卫 并比利人的权地 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 十五节 另外一方面 南方的犹大支派的约亚和跟随的人 也一路追赶到了伯玛家的雅比拉 就围困四八 就对着城竹垒跟随约亚的重民 用锤撞城 想要用这个方式使城塌陷 终于这个南方军终于追上了北方军 然后就在很北方的地方 这地方都快要淡了 就是最北边了 然后就终于围住了这个四八在雅比拉城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妇人 从雅比拉城上面呼叫说 听啊听啊 请约亚进前来 我好与他说话 约亚就进前来 妇人问他说 你是约亚不是 他说我是 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 约亚说我听 这是撒末基让我们看见第三个 这个智慧的妇人 因为他们的一席话 使得整个局势 每次都产生非常关键性的转变 而这次就是一个雅比拉的妇人 妇人说 古时有话说 当先在雅比拉求问 然后事就定妥 我们这城的人要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 你为何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 耶和华的产业呢 十八节妇人她说 从我们以色列古代开始就有一句谚语 如果要求问一件事情的话 就应当先在雅比拉这个城求问事情 然后事就定妥 所以代表说 雅比拉这个城里面充满了智慧 使我们可以知道事情怎么样来搞定 怎么样的安排妥当 那为什么雅比拉这个城有这样的智慧呢 知九节 他说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人 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和平忠厚的 因为雅比拉城的一个特质 他就是与世无争 他们是和平忠厚的人 所以所有有纷争的人 如果来到雅比拉求问 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充满了和平忠厚 然后智慧的解答 能够去把事情解决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 原文还有一小段没有翻译出来 他说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 以色列的母亲呢 来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所以代表什么 以色列自古以来都公认 雅比拉是一个和平忠厚的城市 自古以来他都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声望跟地位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历史很久的城市 而且呢 他的地位好像以色列之母 就代表说 他是一个被公认有分量的一个城市 你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 就派大军围困 要把我们这个城市移为平地 你这个叫吞灭耶和华的产业 看起来就是这个妇人 想要跟约压有一个对谈 要救这个城市脱离被毁灭的命运 我绝不吞灭毁坏 乃因以法连山地的一个人 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举手攻击大魏王 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 我便离城而去 那人的手机 必从城墙上丢给你 妇人就准其他人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 他们便搁下比基利的儿子士巴的手机 丢给约压 约压吹脚 众人就离城而散 各归各家去了 约压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 约压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 约压就说 我绝对不敢对和平的大臣 以色列的母亲 亚比拉臣 做出这种毁灭的事情来 我们只是要抓住这个士巴 因为他举手攻击大魏王 你们若把他一个人交出来 我们绝对不会动你们一根寒毛 我们便会离城而去 所以智慧的妇人就跟约压 谈定这个事情之后 妇人对约压说 那人的手机必从城墙上丢给你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 他们便割下李基利的儿子 事巴的手机丢给约压 约压吹脚 众人就离城而散 各归各家去了 约压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去 那个妇人就凭他的智慧 去跟城里面的众人来劝说 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与世无争的城市 我们何必要去卷入这个以色列的政治的纷争里面 那这个世巴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因为他整个国家都不能合一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不需要卷入这场纷争 二方面我们应该把它交出去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世巴的手机丢给了约压 约压就线手诺言 就没有破坏这个城 就回到伊路撒冷去了 二十三节约压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 果然如他所愿 在他杀了亚马萨之后 他继续担任以色列全军的元帅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 大卫回到王宫当中之后的人士内阁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同侠 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做这个禁卫军的元帅 因为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 都是外籍雇佣兵的皇家禁卫军 二十四节亚多兰 亚多兰掌管福苦的人 就是掌管这些做苦工的人 可能有些是这些战犯 或是囚犯 俘虏 他们就要来做这些公共工程 亚细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侍法做书记 沙都和亚比亚他 这两个人同时做祭司长 就是大祭司 然后埃尔的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 这边让我们看见 大卫平定了四八之乱之后 他重新让国家上轨道 所以在这边介绍了整个大卫新的人事的内阁 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真的是再次来思想 这个妇人她所要表达就是说 怎么样不中恶人的计谋 而让我们这个城卷入政治的纷争 甚至牺牲掉整个国家的合一 因此让我们看见 他跟大卫是有同样一个态度 就是说让整个国家不要再分裂 让我们合一 重新让一切上轨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竭力的追求和睦 追求和一 主让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心中的私愿 放下我们中间的纷争 而让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职场 让我们的国家社会 能够在神的真理跟爱当中可以合一 而不再各自相吞相欺负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常常愿意放下小我 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来成就 愿我衰微 愿你兴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丹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丹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